大家好,我是吉叔,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来分享就是飞神的这一款狙击者西亚地的一个综合体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的清凉化 包括底盘里面的凹陷的结构 实现更多的通过性 以及是它比较低趴的宽百臂的悬挂的设定 还是很漂亮的车架 再来说一下车子的一个战损情况 目前我看下来 这个车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战损 情况会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这个车子 它的百臂变宽了之后 如果说你高速的去碰撞一些固定的目标 那么它的百臂可能会更容易战损一点点 因为它尺寸拉长了 那我们也是玩车的时候需要注意 你去撞一些固定目标的时候 它的战损会比较厉害 之前穿业者其实玩起来体验就不错 这一版呢 其实跟穿业者的车壳的整体的这种材质的厚度 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觉得说它的体验还是挺好的 而且这个漆面碰撞之后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 前脸的地方有点刮蹭 稍微一点调气 整体上来说还可以 那再讲一下轮胎 这个大脚轮胎呢 它的结合器呢 因为这次是采用了一个金属的材质 和它去做一个结合 金属材质上面它其实是有轻微的凸起 纹理和这个结合器去挤压的时候 有更好的这个结合和抓地 只要你确保这个螺母镜可能把它锁到位 合适的一个景度之后呢 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目前来看 结合器是没有说磨损的一个情况 那再为一个大脚车上面来说呢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考核的点 那当然也是要去注意啊 车子及时的平时去看看啊 有没有松动啊 有没有这个螺母没有拧紧的情况 如果说螺母是在松动的情况下 车子有时候转向啊 或者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啊 侧倾的时候 单边轮子离地 它会瞬间反转 它就很容易更进一步的松动啊 甚至是说啊 把里面的结合器给扫坏掉 这个其实是大家玩车以后可以去注意的点 每次下跌之前去锁锁锦锦锦 而这样暂损概率会大幅度的下降 叫人阶子离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再说一下这台车子的操控体验 可以看到这台车架是很轻的 我一个手就可以轻松的提起来 然后塑胶的底盘 我觉得说这个车子我们跑的时候 很明显的能感受到 它的在侧向的支撑会非常的强悍 我们去做急速的转向动作的时候 我们加到全油门 然后松掉油门一点点打满方向 转过来在弯道的过程中 去加油门出弯的动作的时候 它都是非常行音流水 这里要提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狙击者 它是搭配了飞神的GT5G 也就是FSM的稳定系统 对于我们去做这种急转向的动作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辅助 它可以做到弯的时候有过多的策划 它可以给你去控制油门 让你的油门更加线性 在一些比较大的转向幅度的时候 会自动的去给到一些反达的动作 来辅助你去进行一个这样出弯的动作 可以看到它的车架比较轻的同时 是一个长轴距的设计 而且是一个很低趴的设计 它整体上来说是更加倾向于 抑制车子去翘头去抬头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它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贴地飞行的这种操控体验 比较的稳扎稳打 在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玩车的小心点 像这种拿出去野跑的车子呢 我会在它的这个轮胎的外侧 用这个高温加热过的钻头去烫两个圆孔 它其实会比内侧开单孔更快的这个排气 那么轮胎的这个吸震的效果可以提升 在我们玩一些这个比较脏的场地里 一些这种有水的场地的时候 它轮胎碾过去的时候 多少可能会从内侧气孔进一点水 我们可以快速的通过外侧的两个孔 再把它甩出去 这台车子电子设备呢 采用的是防溅水的这样的设备 只要不是长时间的浸泡在这个 完全没过电子设备的水里面 只是这样子在底盘边缘这样高度的水上面 快速的掠过 或者说在上面蹚一蹚跑一跑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我也不推荐大家这么去玩 因为这个度其实是很难去把握好的 老司机你有这个玩水的经验 你可以去这样玩 比方说处理好轮胎 注意好车子的这个清洁保养 以及是防水的工作 这样去玩一玩 然后玩好之后及时的去吹干 去做好这个轴承的保养 你可以这样去玩 新手呢 其实我不推荐你这样去玩 其实呢 对车子的损耗老化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总体上来说啊 这个接收机盒的防溅水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水里面玩了半天啊 没有出现说信号丢失啊 或者说影响到干扰了它工作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再说一下这台车子的转向系统 朋友们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车子比较呆 或者说比较不爱进弯 那我觉得说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转向的时候不愿意松油门 这个车子呢 它比较宽 所以它极限很高啊 高速转弯的时候 有的车子已经开始单边轮胎离地啊 甚至要翻车的时候 它肯定是不会翻 它很稳地压地上 这个时候你需要松掉一些油门啊 让它速度降下来 没有那么多向前的力量的时候 它才比较好去入弯 另外一点呢 我做了个小调整 虽然说这个舵机就6公斤 但是我在舵机壁上面的这个螺丝孔位 往前移了一格啊 这样子呢 它在这个中低速的时候 极限的这个转向角度会更大 是我自己对它的一个小小的调整 体验下来呢 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当然也要去注意到和一个分享 如果说你想做一些动力飘逸的时候 其实对转向角度要求是很少的 只有一点点这个趋势 就可以让它去这样滑动 这边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目前我们这个车子拿去跑了一些越野草地啊 包括是沙土路啊 等等一些路段 然后体验了它这种低姿态的贴地飞行的这种啊 越野拉灰的感觉 而且感受到它的这种稳定性和操控性的一个表现 那我觉得这是很多小伙伴选择竞速卡的一个原因 长轴距宽百臂的车子 在操控极限上的更高的一个表现 以及是更加低趴稳定的这种姿态 如果说你喜欢做什么抬头啊 做一些空翻啊 做一些特技的动作 你肯定会考虑去选择一些短轴距的车型 所以说呢 这就不是这台车子我们会去分享的重点啊 起码说这期节目 我们可能还倾向于说 它的一些这种动态的 这种高速行驶的这种感觉 那后面呢 如果说很多小伙伴都想看这台车子去飞坡啊 去空翻啊 去做一些特技风格的玩耍呢 我们也可以去啊拍一些影片来分享一下这样子长轴距的车子啊 在这样的玩法里面的特点和特色是什么 以及是一些操控的技巧 那大家也可以来评论弹幕啊 转发和留言来讨论一下狙击者 你会怎么样去玩怎么样去改 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在我注意还有更多的阿斯利游戏资讯 我是明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